我们来对这个上方 对吧 要做解释 就是这里头就是我们做一些 简单的就是做一些 就是可以一些补充 对吧 首先就是我们这里头 实际上是对每一个N 对吧 我们都是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这个是为了这个吧 当然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MN就等于所有的都是取一个 对吧 这也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这个MN呢 我们之前都是什么 这里头我们这MN是什么 是先固定的 对吧 先固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是什么 这个MN 我不去固定这个MN 然后我去自实际的去调整这个MN 如果去自实际的去调MN的话 怎么去调呢 那我就什么 我就要 我要去算这个V的是什么 这个是吧 这个加1前后 对吧 对吧 就是我看这个前后的这两次 对吧 如果这个MN和这个MN加1 它如果是什么 小于某一个是什么 1不成的N 对吧 我这个就是我指定个误差 对吧 我可以通过这个指定的这个误差 可以确定这个MN 对吧 就像包括我们做EM迭代嘛 就是两种方式嘛 中指 一种方式就直接给个最大的什么 迭代次数 还有一种方式就看这个 对吧 看误差 对吧 达到误差了我就完了 或者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对吧 就是说达到最大的或者是什么 满足这个条件了 然后就把这个中指了 就是这个是吧 就是这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取这个东西 然后现在我们来 就是来看就是说这个 就是关键是这个第四个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说是来解那个东西的 对吧 那怎么怎么去得出这个东西出来的 对吧 就是我们来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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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实际上本质上 我们应该找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 我们应该计算的这个 UN加1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如果就直接解解那个方程的话 实际上这个UN加1 应该是等于什么 实际上是不是等于这个 I减去这个这个 这个Lambda P的这个DN加1 就是实际上算逆对吧 就是算这个逆 然后在这什么 这个R的什么 D的N加1 这是我要算的对吧 就是实际上就是解方程 你又是那样算出来的对吧 这个是我的精确解对吧 这是我的精确解 因为是这样算出来的 但是现在我可以 在这地方我可以 我两边我减去一个什么 我减去一个UN 然后我加上一个UN 对吧 就说我可以这样子来看这个事情 对吧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把这个UN 对吧 加了这个UN放到这边来 然后加上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因为 因为我把这个I减去什么 Lambda 这个P的这个DN加1 我可以把它什么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这地方就变成这个R的什么 这个D的N加1了 然后这里头呢 就是把这个乘进去 对吧 乘进去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可以 减去这个Lambda I这个P的什么 D的N加1 就这个 乘上这个U的N 整个是这个 整个是这个东西 对吧 整个是这个东西 那么整个这个东西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记 就是说我 比如我现在记 就是说我定义这个 我定义这样 就记这个什么 这个BU 这个BU是等于什么 等于LU减去U的 减去这个 就是减去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做这样一个计划的话 实际上这里头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里头的东西 实际上就等于什么 这里头的东西 就是等于这个B的什么 这个UN 这个B的UN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式子 因为它是 就是它等于它 它等于它就等于什么 它就实际上就等于这个 最大的这个D 属于什么 D吧 这个LambdaD 加上什么Lambda 这个PD 是吧 U是吧 然后什么 减去U是吧 减去U 但是这个U实际上 因为跟这个没关系 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U也可以什么 放到这里头去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 就可以放到这里头去 然后现在因为这个什么 这个UN 对吧 就是说如果这个式子 就是写成这样 就是现在这个式子 对吧 就是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实际上本质上就是 对于我这个问题来 就是这个 就是我这个 就是我这个BN B的UN 因为这个 对吧 因为我这个D嘛 就是已经是有一个最大值了 把它直接带进去 就是这个值了 对吧 现在我现在是有这个D的 这个在这个UN的时候 这个DN加1有了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 直接放就等于这个式子 那所以说 也就是说 最后它这个 迭代式子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U的什么 N加1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UN 然后加上这种 加上这个I减去什么 这个LambdaP 这个D的什么N加1 这个-1 乘上这个B的什么 余温 就是这样子一个 对吧 就是我的这个精确解 对吧 精确解 精确解 那么就之前我们说的 这样就是这个 对吧 就这个事情呢 就说如果我做个什么 我可以做一个禁止 对吧 就是说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逆 就是说我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禁止 那做个禁止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U的N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就可以 等于什么 K从0到什么 无穷 对吧 我现在是 本身是 应该是K从0到无穷吧 就是 这个 就是我直接先写出了 等于这个UN 它是 它是等于这个 无穷 无穷的话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Lambda 这个P的什么 这个D的 这个N加1 这个K次方 对吧 就是K次方 然后这里头 我写出这个R呢 我就直接写成这个B的 为了简单嘛 这个B的这个 这个UN嘛 可以写成这样子 对吧 那就是本质上是等于这个东西 刚说了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把这个东西就直接用什么 用这个 这个UN 就加上这个K从0到什么 就是用这个MN去画 我只用去 就只用这个什么 只用这个MN去代替它 就做一个 找一个近视 就是用那个刘曼定理的吧 就说这个 那就这个东西就等于是Lambda 这个P 这个D的什么N加1 是吧 然后这个K次方 然后这个B的什么 这个UN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那把这个式子 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全部什么 我可以把它 就是说直接把它写出来 对吧 可以把它全部写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实际上就刚才说了 这个东西就是这里头这一块 对吧 这里头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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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写出来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这个R的什么 这个D的这个N加1 加上这个 就是说这个是减是吧 Lambda 这个P的什么 这个D的N加1 然后这个是U的N 减去什么 UN 就这个东西 就整个这个东西 然后把这个展开 把它全部写出来 全部写出来 实际上写出来的东西就等于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R的什么 这个D的这个N加1 加上什么 这个Lambda的这个 这个P的这个D的N加1 乘上这个R的D 加上就是这样子 一直加下去 对吧 那就这个 这个这个值就是什么 就是Lambda 这个P 这个D的这个N加1的 这个MN次方 然后这个R的这个D D的N加1 就是加上这个 这个Lambda这个P 这个D的N加1 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 是MN加1的次方 MN加1乘上这个什么 U的N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值 就是这个自己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就把它展开 就是直接把它写出来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你看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现在我来返回来看我们这个 我们看 看来返回这个结果 对吧 看看这个结果 这个 这个 那么那么实际上就说我这个 这个就说我这个U的N加1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说这个U的这个N加1 是等于什么呢 实际上是等于这个什么 V的这个N 这个MN 对吧 这个MN 然后它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按照这个 上的这个定义 对吧 它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 这个R的这个什么 这个R的这个 D的这个N加1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 这个Lambda 这个P的这个 DN加1 乘上这个 V的这个N 然后这个MN-1 对吧 就是这个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什么 再把这个是 这个式子是吧 把这个式子再什么 再再这样子 就是按照这个D推 D推下去嘛 然后初始值就是什么 这个初始值实际上就是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U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UN 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式子 就是直接 一直展开的话 实际上这个式子就是什么 就就等价于那个式子 就等 就是这个式子就最后写出来 这个这个式子 跟这两个式子是什么 是 就跟这个式子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 实际上我就推倒了 就是 就是通过这样子 就是把这个东西看成 是吧 就把这个东西 就是看成这样一个方式 是吧 看成这样一个方式 就看成这样一个方式 就看成这个方式 然后把 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 负一就是什么 用一个这个Lambda的那个镜子 去换它 去换它 然后就可以得出这个 这个就是 导出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东西 本质上实际上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说这个迭代式子 就是说这个迭代式子 就是说可以写出来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U的这个N加1 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这个 可以写出来 就是等于这个L的这个 这个式子有 那个地方有 就是L的这个D的这个N加1 实际上是什么 把它重复到这个MN加1次方 乘上这个U的N 就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整个这个东西就是 实际上是L的这个DN加1的 这个MN加1乘上这个UN 这个算法就是这样子导出来的 就是这是第一个 就是怎么去导出这个东西出来 然后就是说我们站在解释下 就是说我们这地方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初始值 就是说我要是给了这样子 一个初始值 就是我为什么给了这样一个初始值 为什么这个U0 就是说要满足这个式子 满足这个式子 那么我们就说我来看这个什么 精确的这个 就是说我们 因为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 这个式子就等于就是意味着什么 就是意味着这个B是吧 U0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是意味着这个BU0大一点0 对吧 我这个式子 就是它属于它就意味着什么 BU0大一点0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么现在这个 就是说我们来看看这个 为什么就是要做这样子 一个一个初始值 对吧 那么这个按照我这个定义 是等于什么呢 这实际上是等于这个最大值 对吧 这个最大值 这个D属于什么 D 然后这个 这个R的这个D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 这个Lambda P D 减去这个 就是说我倒了一个训绪 对吧 倒了训绪 然后U的什么 0 对吧 这是定义嘛 对吧 这是定义 就是说它等于它的 它是这个最大的 那这个最大的当然是什么 那我就直接 因为我有一个D0的嘛 对吧 那我当然是不是应该要 大于等于是什么 大于任意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就把这个R的这个D0 放进去 对吧 就加上就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D0 假设是我那边的这个 这个地方D0 就初始的D0 那它实际上就要 大于等于这个 这个Lambda 什么 这个P的这个 这个D0 减去这个I 然后这个U0 对吧 就是这个 就说我现在 就是看这个 看这个 就是说吧 这个不是这个 对 现在这个 虽然我有一个D0嘛 对吧 我现在有一个D0 实际上我就 根据这个不是算一个U0吗 算一个U0嘛 现在我就说 我假设就说 我现在有那样子 一个D0了 对吧 现在就说 我现在 我这个B0 现在为什么要给这个值呢 就是因为 就是说它是这个定义 这是它的定义 这个B0的定义 那么它 就算我又把这个D0 我把 因为它是最大的 我就取这个D0一个初始值嘛 初始值嘛 如果就说 如果用那个初始值 当D0的话 来算这个U0的话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这个D0 用这个D0嘛 用这个D0 放到这个地方来 算这个U0的话 这个是D0的话 这个U0 这个U0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是个相等的 对吧 这个U0应该是这个方程的解嘛 这个方程解 那么这个方程的解的话 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个值 就是说它就是什么 就是等于0的 就是这个U0应该是这个方程的解嘛 是等于0的 等于那所以说 我就要就是说 我现在初始化他 初始化他 对吧 原来我就说 我是初始化D0嘛 就明白吗 就是我初始化D0 如果初始化D0 根据那个D0 我算的这个U0 就有这个性质嘛 现在我不是初始化D0 我是初始化什么 U0 对吧 初始化U0的话 我就根据这个定义 就是说我为什么 来做这样子一个假设 对吧 就是初始化满足这个条件 就是 就是说 如果你那样子来初始化 那个什么 就是说 如果要那样先初始化D0的话 我要算这个U0 对吧 那么算这个U0的话 如果按照我这样子来做的话呢 这个 它是要大于0的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什么 就做这样一个初始化 对吧 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都要来处 不是什么 就是说 我不是随便来做这个事情 对吧 就是这个是他的 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算法呢 就是说 大家不认为能看出 这个算法是个什么算法 对吧 像个什么 对吧 就是说 我就直接就是看这个一个算法的话 就是我看这个东西的话 你说这个像个什么算法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 实际上上个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 牛顿方法 你看到没有 对吧 牛顿方法 就是说 就是说我要解一个什么 比如我现在要解一个什么 比如fx等于0嘛 等于fx等于0的话 这个牛顿方法是怎么解的 就是说是不是x是什么 这个n加1等于什么 等于xn是吧 减去是什么 减去这个xn的 这个是吧 这个应该是负 这个是负是吧 是负 应该是这个牛顿方法是负 是吧 然后乘上是什么 乘上fxn 看了 对吧 实际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什么 是可以看的是牛顿方法 对应过来的 对吧 对于牛顿方法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关系 就是有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地方可以看的是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 它的逆嘛 它的这个东西的什么 导数的逆 对吧 就是说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如果 你要算这个牛顿方法的话 就反过来说 就是对吧 你要算这个牛顿方法的话 就是说你 如果算这个逆不太好算 那那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反过来就是吧 那就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球它逆 它等于什么 是不是i加上什么 这个i减去 加上这个f1'嘛 x减去这个i嘛 负1嘛 对吧 这个我是考虑一个单边量的东西 就是这个 三次求这个逆对吧 对吧 就等下于求这个逆对吧 那就说 刚才说的 那就说求这个逆就是什么 那我没法求就是什么 我也可以进士 我也可以进士是什么 就是k从0等于什么 等于无穷 直接是什么 这个i加上什么 f1'x的 这个n 然后什么k次方 就是这个m 对不对 我就不去算了 你知道吗 就直接用这个 用这个来带这个东西 来带这个东西 对吧 但实际上就说 刚才说我们这个m 实际上这个一般之后 做了这个m就等于1就行了 就是不需要搞那么多 对吧 做一步 就是我可以 我把n多做一点 就是我n可以多做点 所以每一次我就做一步 就是不需要搞那么复杂 对吧 我每次就做这样一次 而且说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 我只用一个什么 只用一个1阶去换它 就是说对吧 直接用一个1次方去换它 就去带配这个逆 就是这个进士 我刚才说反过来 对吧 反过来说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什么 是有这个理论方法的 就是这个理论方法的 这个思路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实际上很多做的这个 就是做这个mdp的 包括做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强化学习 很多 大家都是来管 就是来考虑这个算法 对吧 现在就是说这个算法 就是哪一方面可以改进 哪一方面要改进 哪一方面能改进 就是说这个思路 就是刚才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现在大家 这里头其中的可能某一个地方 说不定是可以改进的 如果你能做一个改进 那这个就可以发一篇 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论文了 那么这个改进的这个空间呢 就是说当然想 对吧 就是我可以 刚才我这个进士 我可以看的是什么 是对这个方法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拟牛顿 对吧 原来这个是个牛顿方法 对吧 所以说我刚才那个是 这个可以看的是个牛顿方法 然后刚才这个方法 我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拟牛顿方法 对吧 然后这个刚才为什么你看说 要加的那个条件 实际上那个拟牛顿方法 也是要有个什么 也是要有个方向的 对吧 就是在某一个方向 要大于点拟的 然后在那个方向里头 我就做一个什么 有个拟牛顿 对吧 你可以去对照一下 就说能不能 刚才说了 就说这个思路 你去找一个拟牛顿方法的 这样子一个什么 一个改进 或者一个计算的一个方便 如果你能做出来 可能就是这个就可以 就可以去做 就可以做论文了 然后这个头呢 就说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就是一个对照 对吧 就是它跟它的关系 那么实际上 就是说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说刚才不是有了 这样子一个结果 对吧 就是这个结果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结果 就是说如果这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U的 这个我刚才说 这个U的这个N加1 它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它的 是等于它的 对吧 这个MN 当这个MN呢 趋近于无从的话 趋近于无从的话 这个算法实际上就 等于什么 就等于 这个policy的这个迭代 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 那是 就是完全是一回事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MN是等于0了 如果这个MN是等于0的话 实际上这个算法 就是说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就不用做了 对吧 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这个MN是等于0的话 这个是等于什么呢 本质上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说如果它等于0的话 我靠这个是 对 如果它等于0的话 就说 那实际上就说 这个U的什么 这个N加1 就是就等于刚才说的 对吧 就等于那个 就说是那个式子 就是它就是只有一次了 对吧 实际上它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个UN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 这个后头那一块 实际上就加上 就加上这个B的什么 就加上这个BN 就加上BN 因为这个 就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这地方实际上 这个如果等于0的话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用什么 用为什么去换 用一个单位举证 就用一个单位举证去换 就说这个意思 如果单位举证去换的话 它就等于这个东西 它等于它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等于什么 这个东西就说 按照这个定义 这个是UN 是吧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LU的N 减去什么 U的N 所以说这个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L的UN 是吧 然后这个U的什么 这个N加1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它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什么 就是我的这个Value Iteration这个算法 是吧 就是说当这个MN 等于0的时候 这个算法就是什么呢 就等价于我 第一个就是这个 ValueIteration这个算法 当这个MN 趋近无穷的时候 它就等价于我这个什么 这个Policy 这个迭代方法 所以这个方法 是在这两个方法之间的 一个东西 对吧 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出来 这个方法实际上就融合了 这两个方法的一个 就是一个各自的特点 然后产生了这个算法 那这个刚才就是说 这个整个这个东西 这个算法 整个这个三个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之前 讲了这么多东西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现在 而且很多做这个强化学习的人 对吧 现在反回来都要什么 都要从这里头 要去找到它的一些什么 就是你知道它的出发点 怎么去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改进 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什么 修正那些东西 对吧 那么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个这个MDP 或者这个强化学习 就是根本就就是白学了 就是没有什么用 这个就是这个知道了 就是说很多东西 最后你反回来 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个这个是第一个 那最后我还要讲一个东西 就是大致说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是之前的这个算法 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我们 就是说我们来 还是来关注 就是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看 就是要把这个什么 就是把我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MDP这个问题 我跟这个线性规划 来建立一个关系 就是用这个M 就是也就是用什么 用这个线性规划 去解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对吧 这个解决 那么这个解 用这个线性规划 解这个问题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出发点是 就是说之前的 我们有一个定理 对吧 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U 对吧 这个U是要大于等于 这个什么 这个RD加上这个Lambda PD这个U的 对吧 那么这个 那么我们当时就能得出 这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U肯定是要大于等于 这个什么Lambda 信号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如果当这个U是什么 小于等于这个什么RD的 加上这个Lambda PD的 U的 那么这个U呢 就是什么 是不是要小一点 这个ULambda 信号 对吧 当它这个相等的时候 那这个值是什么 相等的 对吧 而且这个值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值 对吧 那现在就说 我现在有这样子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说我现在 如果 那我就说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就看着是什么 就是我要 我现在是有这样子一个结论 当它等于它的话 这个U是要大于 什么 ULambda 信号 对吧 所以说我要找到一个什么 就是满足这样一个条件的 最小的U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吧 就满足这样子一个条件的 最小的这个U 是不是应该是 就是这个解 就明白吗 现在就说我说 就是我们现在问题就说 如果有知道 有这样一个U 大于等于它的 那么这个U 可能是要大于等于它的 对吧 那我现在要找到一个U 是吧 满足这个条件 而且这个U是最小的 那当然我就想到 那个U应该是这个解 对吧 就是这个解 因为我们把这个U Lambda放到这个地方去 它也是满足这个条件 而且这个U Lambda是什么 是最小的那个解 对吧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 限定规划问题了 对吧 那就说我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了 就说就是什么 就把这个问题 我可以就把它解决成什么 一个限定规划问题 那么具体是 就这样子来做 就是我现在 假设我先选择个什么 选择一个这个α 这个J 这个J是属于 这个S属于它的 那么这时候我给定了一个什么 正的一个 正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positive的一个什么 一个数 对吧 然后我假设这个Lambda 就是什么 它是要 这个J属于这个S的 这个αJ 满足条件是要 等于1的 这个是为了 做一个规划 那么有这样子一个东西的话 我现在就是可以定义 首先我可以定义一个组的这个 这个 这个限定规划问题 就是把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定义 就是什么 我就要最小 求这个东西的最小 然后这个J是属于什么 这个S 然后这个αJS 这个α 然后乘上这个V的J 对吧 然后满足的这个条件是这个 这个U的S 然后减去这个什么 就是把我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J属于什么 S这个lambda 就是把这个东西 都当作是条件 P的这个J 然后S 这个A 这个VJ 然后大于等于这个R的SA 对吧 对所有的这个 这个A是属于这个什么 这个AS的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S是属于大S的 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这个 就是我们那个问题 对吧 我们这个 就是说这个 有折克的这个MDP问题 我就直接把它转换成一个组的 一个先行规划问题 就是这个先行规划问题 就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求那个东西的最小 然后满足这个条件 然后这个问题的解决上 就是我那个 就是我的这个U的这个解 是吧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先行规划问题 去解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那么现在也是 实际上很多人也是 反过来就是什么 也是把这个东西 考虑这个先行规划 对吧 这个先行规划问题 就是用这个先行规划的这种方式 来解这个什么 解这个MDP问题 那对于这个 这是个组问题 当然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往往就喜欢考虑它的什么 它的队伍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队伍问题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组队伍问题 这个队伍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写一下子 对吧 我就就说 对于这个 对我问题 它那对我问题 就是要求一个最大 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小S属于大S 然后这个 这个A是属于这个AX的 然后这个RSA 然后这个X 这个X是什么 XA的 就这样子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满足的这个条件是这个 这个A属于这个A的 这个G 然后这个X这个GA 加在一起 减去什么 减去这个S小于S A属于这个AS 然后这个是Lambda P这个G 这个SA 乘上这个 然后这个X 这个东西呢 它是要恢复的 大一点 对于所有的这个 对于A属于这个A的S 加上这个什么 这个S属于这个S 就是说 这是它的对我问题 对吧 那个是它的主问题 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说 就是把一个 把一个MDP问题 转换成一个 线性规划问题 对吧 现在 这个也是一个 目前 就是大家 之前原来就有这样子做 但是大家觉得 这个MDP 就是这个线性规划 问题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求解 这个线性规划问题 不是那么非常的 就是有效 所以说 可能把它 没有 但是现在反过来 就说觉得可能有些问题 可能用线性规划 用线性规划 有些新的一些发展 对吧 就是有些新的一些技术 那么这些新的一些技术 那么可能反过来 再可以什么 再可能对这个问题 是有帮助的 那么现在就整个 做了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大家想 去做一点这种 就是说这个MDP 或者做这种什么 做这种强化学习的算法 就是说不是说 纯粹去用这个强化学习 去做一个 就是说一些应用的问题 而是想从这个里头 去做一些 自己的一些改进算法 那么这个路 对吧 刚才还有我这个 三个算法 对吧 特别是第二个 最后的一个算法 就是说这个修正的 这个policy 这个design 那么这个可能是 可以去做的 就是从中间 可能去寻找一个突破口 对吧 然后就可能 说不定可以 做一些事情出来 那么这个 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有用的 那整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我要讲的 这个基本都是 一个经典的 一个MDP问题 对吧 经典的MDP 就可能跟你想象的 这个强化学习 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吧 但是你反过来 你去看看 那个强化学习 就是说 他的那个书 对吧 你看他那些方法 实际上 跟我这个方法 还是很神似的 对吧 就是 实际上就是 我这个才是正宗的 对吧 他那些 很多都是有一些 那种感觉到很对 就是 你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吧 只好我现在告诉你是 为什么 对吧 就是这个 然后你再去套它去看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我现在讲的 现在这些东西 整个之前的这些东西 都是比较经典的东西 是吧 这个是很少去讲 强化学人家讲这个东西的 但是实际上 现在好多 很多人都反过来 要弄这个经典的东西 因为这个经典的东西 不去搞清楚 就是说这种什么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 还是不是 不是很清楚了 对吧 这可能就怎么 怎么去用 怎么用 但是实际上 强化学这个用 还是很难的 就是说 就是因为强化学的用 它还是基于深度学习 对吧 本身一个深度学习 这个调也很难调 然后在上头 再加了一个强化学 又很难调 就是说两个 很能调的东西 你去调 所以这个事情 还是很麻烦 对吧 而且就是一般的人 可能还没有机会去调 就是说你不一定有这么多 就是说有这么多机器 或者有这么多东西 让你去去试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反过来 你去做点这种算法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说这个是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个东西 那么后头可能我们就 就是真正要讲点这种 这种比较现代一点的 这个东西 对吧 那就说这里头 我们做的都是假设 都是假设 比如这个什么 这个P是知道的 对吧 这个P是知道的 然后这些P不知道怎么办 对吧 所以说这有时候就说什么 这个做计算机的人 或者做一些实际问题的人 他就又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 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P 我不知道这个P 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环境我是不知道的 现在你是知道这个P 就是说我这个环境我是知道的 对吧 但是环境我不知道怎么办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很现实了 对吧 那就这些问题 那么就说 可能就说有些其他的一些方式 来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那但是之前的这个 就是我们基本上就可以 就告一个档落了 就是整个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就是说大家 去看你的那个什么 强化学习的书的话 对吧 就对着看 就是这个 就是他那个 为什么他搞了那样子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迭代 对吧 为什么他说那个叫什么 Policy 什么改进 对吧 所以说我这个的时候告诉你 就是改进了 对吧 就是这个是由理论分析了 对吧 为什么就是之前说 为什么搞了半天 就是对吧 推了半天之后 我只需要找一个小低 属于大低就行了 对吧 不需要在那个整个空间去找 这个都是有什么 都是有理论上的一个 就是一个依据的 行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